一答兩句謝謝 高興啊 高興 民眾黨新竹市長候選人高宏安 多次為涉及會選的 同黨議員候選人葉國文站台 不過現在葉國文再被爆料 身家上映 我查過葉國文的財產申報 他光是土地的價值 大概就只1億元 除此之外呢 還有股票 還有現金 還有存款 政治評論員李正浩 拿出財產申報 指葉國文上映身價 卻擔任高宏安的 立委助理 現在還要選議員 很不尋常 他去當高宏安國會助理 唯一的誘因 就是他可以拿到 一個立法委員的背心 立法委員的名片 然後呢 可以以立法委員助理的模式 在地方上去行走 直指金錢 不是葉國文當助理的 最大誘因 李正浩更在節目上爆料 葉國文的公司 服務項目很周全 從土地開發 土地建設 事後的銷售 賣不完去做租任 如果有人鬧事 保全 保全那邊也要 一條龍全部吃完 網紅四茶貓 26號也PO文 高宏安競選總部的 這棟房子 是不動產的租賃公司 老闆就是葉國文夫妻 再看到申請使用執照 明明只有四層樓 實際鼠一鼠 卻在加三層 其實它是民眾黨的黨部 而且現在呢 其實已經沒有在使用了 高宏安撇清 違建的房子是黨部 不是總部不過九月份 同一地點涉及招牌違規 佔用停車格 當時還掛著立法委員 高宏安的布條 而高宏安身為新竹黨部主委 黨部涉及違建 恐怕難辭其咎 三新聞帳號 一來自新竹採訪報導 謝謝